2023年11月,我国为了进口光刻机花了8.168亿美元。 你以为这就完了?并没有。 10月份,我们同样花了大价钱进口光刻机, 两个月加起来超过了14.35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 国产光刻机不是已经研发出来了吗? 为啥我国还要疯狂进口光刻机? 这里是知识天梯。 说到光刻机,荷兰ASML公司是绝对绕不开的明星。 我国11月进口的42台光刻机,其中16台都来自这个公司, 且价格也占了大头,约7.627亿美元。 近日,荷兰ASML公司更是交付了全球首台2纳米光刻机, 直接把芯片制造领域送上了新的高峰。 ASML公司的极子外线光刻技术, 采用了13.5纳米波长的光源。 这一波长几乎相当于X射线的范围, 使得在微型芯片上刻画出极为精细的线条成为可能。 用这种技术可以大规模制造7纳米、5纳米、 甚至3纳米节点的复杂微芯片基础层, 支撑其新型晶体管设计和芯片架构。 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光刻系统的解析能力。 这种解析能力取决于使用光的波长和光学系统的数值孔径大小。 ASML公司的最新款EUV光刻机在关键技术上实现了显著突破, 它的数值孔径已经从0.33增加到了0.55。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而言之, 数值孔径的增大意味着光线入射的角度变得更大, 使得光线能够更加集中地聚焦, 从而提高了分辨率, 能够在芯片上打印出更加微小的特征。 这种提升使得芯片可以缩小1.7倍, 同时密度增加2.9倍, 带来了更强大的处理性能和更优的能源效率。 这意味着智能手机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应用, 同时提供更长的电池使用时间, 且在维持或缩减体系的同时实现这些功能提升。 在用户体验上, 这意味着更快的速度, 更强的功能和更便携的设计。 还有,ASML表示, 这款高NAEUV光刻机的首个用户是英特尔, 预计英特尔将应用这套设备, 与其英特尔18A工艺的开发和验证。 此外, 包括三星和台积电在内的多家晶元生产生产器, 也计划采用这款EXE-5200系列光刻机。 这表明, 该光刻机不仅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而且在半导体制造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 不过, 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的, ASML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它们最新的0.55NAEUV光刻机原型, 预计将在2023年交付, 2025年后量产。 这些技术的迭代和创新无疑将为芯片制造行业带来更多的惊喜, 同时也为全球芯片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光刻机起步不算晚, 为什么至今没有超越荷兰? 中国光刻机的研发始于上世纪50年代, 虽然起步晚于欧美国家, 但也算是起了个早。 不过到了80年代, 国内流行起了一种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的观念, 认为从国外购买的设备马上就能用, 远比自己搞研发来得快。 结果呢, 这样的思维方式限制了光刻机研发的资金支持, 几乎使得相关研究工作停止不前。 然而, 近年来, 中国对光刻机技术的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重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款高性能的超精密激光干涉仪。 这一成就被认为是解决7纳米及更小尺寸光刻机技术难题的关键突破。 同时, 国内某公司开发的SAQP技术实现了7纳米甚至5纳米工艺。 可见, 尽管还处于实验室阶段, 但这些成果展示了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的潜力。 但要说挑战, 那还真不少。 目前, 中国光刻机的主要难题在于制造精度上。 光刻机核心构成, 光源, 物件系统和工作台均需精密机械工艺和高级复合材料。 除此之外, 更大的挑战在于核心技术的掌握。 如高数值孔径的光源, 目前主要由美国Keymer控制, 而达到光刻机要求的多层膜反射镜, 则主要依赖于德国蔡司。 至于用于芯片生产的光刻胶, 大多数高纯度化学品 都受日本专利保护。 对于国内光刻机独立研发来说, 掌握这些关键原料和技术至关重要。 目前, 国产光刻机的确切信息显示, 主要处于90纳米制程阶段, 光刻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 解决这些薄弱环节, 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这将会是巨大的压力。 国产光刻机潜力巨大, 离摆脱进口还有多远。 最近, 中美半导体巨头的和解为中国的光刻机技术发展, 开辟了新的国际合作机会。 这场和解可能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带来更广泛的技术交流与资源共享的平台, 从而为先进光刻机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新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产业背景下, 这种合作对于技术提升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尤为重要。 随着中美关系在半导体领域的缓和, 中国的企业有望在获取尖端技术以及知识产权方面获得更多的便捷条件。 这对于填补光刻机技术的短板, 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中美和解也可能减轻之前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国际压力, 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 虽然中国在光刻机技术上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一段距离, 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同样值得重视。 特别是在7纳米及以下工艺技术的研发上, 已经展现出了显著的潜力。 这表明中国在光刻机技术的道路上正稳步前行, 朝着正确方向不断进步。 我们还需要在自主核心技术研发上持续投入, 加强人才培养和科研投资。 这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创新, 如光源、物件系统的改进和新材料的应用, 还包括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和优化。 此外,政策引导和市场环境的优化, 也是支持光刻机技术发展的关键。 光刻机技术的进步将极大促进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打破国际上的技术壁垒,增强国家信息安全, 同时推动本土高科技产业实现自主创新和独立发展。 中国的科技企业和研究机构需要在光刻机技术研发上保持持续的热情和创新, 通过内外合作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方式, 推动国产光刻机技术走向成熟。 综上所述,ASML公司推出的先进2纳米光刻机, 我们见证了芯片制造技术的一次重大飞跃。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推动整个行业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尽管面临众多挑战, 但中国在光刻机技术领域的积极努力, 以及取得的成就实属可观。 此外,中美半导体领域的最新和解, 为中国打开了国际合作的新大门。 这不仅在技术上带来突破, 更为整个产业的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知识天梯,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